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人人都需要良好的睡眠, 而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 老年人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 而让大多数老年人烦恼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睡眠时间也渐渐缩短, 很多老年人朋友都爱早起。 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 睡眠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生理需要, 保障充足的睡眠以及规律的作息, 是保证一个人精力充沛必要的条件。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被剥夺睡眠, 那么有可能出现精神呆滞, 反应迟钝, 甚至会出现幻觉错觉等精神症状, 严重者还有可能出现猝死的可能性。 所以平时尽量不要熬夜, 也不要早醒, 尽量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对老年人更是非常重要, 毕竟老年人的身体已经进入了衰老的加速阶段, 而睡觉可以帮助恢复体力, 更是延缓衰老的一种自然方式, 因此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刻不容缓。 中老年人几点起床最好。 如果想要详细探究中老年人最佳的起床时间, 势必要了解人体器官的排毒时间, 从而寻找到最佳的起床时间, 科学有效防治一些疾病的发生。 傍晚7到9点, 是心脏代谢清洁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最好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 否则会损伤心脏健康, 加重心脏的压力。 深夜9到11点, 是肠胃消化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最好不要吃东西, 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 也会导致大量食物残渣堆积在肠道中。 凌晨0到1点, 是皮运行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尽快进入睡眠时间, 否则会影响皮的代谢。 凌晨1到3点, 是肝脏代谢排毒的时间。 肝脏作为身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 这一时间段经常熬夜, 未能及时休息的人, 会影响肝脏解毒的进程, 也会导致大量毒素垃圾堆积在肝脏周围, 进而诱发其他器官的病变。 凌晨3到5点, 是肺部自我清洁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 如果过早起床的话, 会影响肺部的清洁, 也会导致肺部中堆积大量的有害物质, 加重人体呼吸压力。 所以说, 早睡早起, 并不是越早起床越好, 而是在最适应的时间段内起床。 对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如果过早的起, 在不同时间段对不同器官都有极大的危害。 4-5点起床伤肺, 4-5点是肺脏排毒的时间。 如果过早的起床, 肺脏就会错失排毒的良机, 从而影响心肺功能的自我修复。 6点起床伤大肠, 6点是大肠的自我修复时间。 如果大肠不能得到很好的排毒和修复, 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毒素, 不但会让皮肤长斑, 甚至还会增加患直肠癌的几率。 在了解了关于器官排毒的知识后, 老年人朋友们到底应该早上几点起, 才最科学, 最健康。 起床后应该干些什么, 才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经过大量的调查显示, 如果每天在5点22到7点21之间起床, 很容易增加血液中 诱发心脏病的物质。 所以早上起来后, 先把台灯打开, 这样可以更好的调整生物中, 帮助我们快速苏醒。 同时, 起床速度千万不要太过猛烈, 醒后要平躺5分钟, 适当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 这样能够避免血压出现波动。 因此, 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早上7点21分后起床是最好的。 60岁后, 每天睡多久合适。 60岁以后, 身体机能会慢慢下降, 只管感觉就是自己的觉会变少, 睡眠时间不足, 屋外传出一点声音, 也会立马惊醒, 而且总是多梦。 常常伴随着这样的感觉, 会在第二天早上让身体呈现出疲惫的状态。 人们常说, 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益于我们的健康。 对于那些老年人, 哪怕自己睡不着, 也要让自己尽可能地多睡一会儿。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持身体的健康状况。 有相关研究得出, 成年人并不代表每天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 睡眠时间的长短要取决于睡眠质量的高低。 若晚上只睡了五个小时, 早上醒来后精神百倍, 而且头脑没有昏昏沉沉的感觉, 表明五个小时就足够了。 如果睡太多, 反而会让身体感到不适, 就应该适量缩短睡眠的时间。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代表适合每个人,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 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睡眠时间普遍应尽量控制在6到7点5小时之内。 早睡早起有什么好处? 一,增强抵抗力。 晚上熬夜很容易升高血压和胆固醇水平, 加重了身体器官的负担, 导致器官功能无法正常运作。 这样也就减弱了新陈代谢水平, 导致抵抗力下降。 如果每天能够做到早睡早起, 对于病毒和疾病的抵抗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二,帮助减缓压力。 晚上保证好充足的睡眠时间, 可以及时排解白天产生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 放松我们的身心。 若睡眠时间减少, 除了会使精神状态萎靡不振, 头脑昏昏沉沉, 身体也会感到疲劳不堪。 三,保持体型。 晚上早躺在床上睡觉, 睡眠时间得到了保证, 这样第二天早上能够有更加充沛的经历和状态 面对新的生活。 晚上太晚睡觉, 生物中被打乱, 而且如果睡眠时间不够七个小时, 还不利于我们体型地保持, 引起肥胖。 老年人失眠该如何调理? 一,保持舒适的睡眠姿势。 若老年人常常被失眠所困扰, 要考虑适当地调整一下自己的睡眠姿势, 正确的睡眠姿势能够帮助入眠, 而这种姿势要以自然放松为原则, 自己觉得舒适的姿势才是更利于睡眠。 最佳的姿势是右侧卧位, 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心脏在睡觉过程中受到的压迫, 保证血液更顺畅地循环。 二,保持心情舒畅。 想要远离失眠。 对于老年人来讲, 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没有压力, 身体处于放松状态, 睡眠质量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对于部分人不能安然入睡, 或许是家中大大小小的琐碎杂事没有解决的人, 他们长期处在焦虑紧张的情绪下, 神经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神经功能紊乱。 神经衰弱就会出现失眠的现象, 而那些懂得及时调节情绪的老人, 身体不会被压力所压制, 睡眠障碍也就会迎刃而解。 三,白天保证适当的运动。 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觉得自己老了, 腿脚不方便, 就很少去外面走动。 其实老年人也是需要每天做适当的运动。 选择适合身体情况的运动方式, 能够增强身体素质, 远离疾病的困扰。 白天积极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到了晚上身体就会产生疲惫感, 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入睡。 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 经常失眠的人一定要了解。 一,强迫自己打哈欠。 想睡觉,但睡不着的话, 可以强迫自己打哈欠。 这样可以给大脑反射想要入睡的信号, 缓解紧张不安的情绪, 帮助人们快速入睡, 缓解失眠多梦的问题。 二,适当地看一会儿纸质书。 睡觉之前可以坚持看纸质书, 看书可以加重疲惫感, 自然会让人产生睡意。 三,睡前坚持泡脚。 泡脚是养生方式的一种, 睡眠不好的人可以养成 睡前坚持泡脚的好习惯。 有条件的可以在泡脚桶中 加入适当的中药材。 坚持泡脚, 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流动, 缓解身体疲惫感, 放松紧张的情绪, 提高睡眠质量。 四,喝一杯温牛奶。 牛奶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饮品, 无论老人小孩都可以喝一点牛奶。 睡觉之前坚持喝一杯温牛奶, 能有效提高睡眠质量。 喝牛奶虽然对睡眠有帮助, 但喝牛奶的时间 最好在睡前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前喝。 千万不要喝完后立即休息, 否则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五,不要喝浓茶、咖啡。 想要保证良好的休息, 睡觉之前一定不要喝浓茶、 咖啡等刺激性较强的饮品。 否则会增强大脑刺激性, 不利于休息。 六,睡前来一点红酒。 红酒是非常特殊的酒的品种。 红酒美容养颜, 促进血液循环。 睡觉之前适当地喝一杯红酒, 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流动, 排除体内堆积的多余毒素和垃圾。 适当地喝一点红酒, 还能起到静心安神的效果。 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 缓解失眠多梦等问题。 我们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眠。 如果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保证睡眠的时间和质量是第一步。 希望大家在了解以上关于睡眠的知识后, 积极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迎接一个更加健康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